我们知道卖吃的卖喝的都相当赚钱 但是您知道卖喝的赚多少呢 光是卖饮料它的获利受到瞩目 很多连锁饮料店一家接着一家开 但是也一家家的倒闭 那么加盟主要怎么样来选 才能够选到真正能够赚钱的呢 除了行销手法之外 一杯茶是不是真的好喝才是关键呢 饮料店是一号手上的杯子摇个不停 想加盟开一间饮料店 看的不只是生意 还要晓得为什么赚钱 台南起大的连锁饮料店 十年来在台湾开了三十多家 其中台南归人的这家分店 加盟第一间花了一百六十万 短短半年就回收成本 又再加开两间店 每家店的月营业额都超过五十万 公司常常会培训我们员工 回去总公司教育训练 而且常常也会帮我们 在商圈做一些整合 赚大钱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 除了准备一笔加盟金 也要花两个月的时间学习 用好的茶叶煮出好茶 是其中关键之一 不过最困难的 还有复杂的饮料调配 欢迎光临 老板我要一杯红砖葡萄又绿茶 大杯的 你们国际是现炸的吗 我们是现炸的 糖冰正常吗 去冰半糖 少了冰块少了糖 饮料比例就要跟着改变 店里一百多种密密麻麻的泡法 要记住可没那么简单 不过只要选对加盟业者 把产品研发和活动行销 交给总公司 加盟主过了学习之关 专心把饮料品质做好 就有机会赚大钱 楼森新闻综合报导